先给大家来个塑料垃圾撕碎机 用塑料瓶、洗液桶、饮料等圆壶塑料 用过强制浸料,快速减碎成小块 算是再大的塑料框,找不到的原料 用过浸料装置,都可以快速减碎 增大产量 包中所看到的塑料瓶都可以减碎 四性杯子、机油壶、洗液壶 减碎出来都在两三公分左右 最难搞的椅子,也瞬间可以减碎 塑料撕碎机,它的强制浸料,无所不能 想要搞的朋友,可以咨询小张 让您少走弯路 使用寿命长,不用磨刀具 也没有噪音 塑料行业的最好帮手 看下出来的成品 不想咨询的可以联系小张 不想咨询的不想咨询 不想咨询的不想咨询